25号接近中午的时候 一名温馨男子驾驶着一影车 沿着台八线要左转进入台九线太鲁阁大桥 没想到却意外拦腰撞上对象执行的自小客车 瞬间强大撞击加上惯性运动 导致小客车失控喷飞 直接撞到分隔岛才停下来 整辆车严重变形 现场零件四扇 零息驾驶着手被开放性骨折一度失去一事 而坐在副驾的林男的父亲 则是出现胸闷 索性在送医之后都没有生命的危险 初步排除酒驾的可能 不过详细的肇事语言殷警方还必须调查 监视器清楚拍下影影车左转 准备进入太鲁阁大桥 却跟一辆蓝色自小客车当场发生碰撞 车辆零件喷飞 自小客车上两个人都受伤 大型脱掉车出动前往现场 自小客车毁损严重 车门严重变形 保险感也被撞坏 事故就发生在25号上午11点多 当时影影车沿着台九线行驶 却在太鲁阁桥头 跟一辆自小客发生碰撞 在欲左转进入太鲁阁大桥南端时 不胜于年约26岁林南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擦撞 造成林南左手被撕裂伤 坐于副驾驶座的林南父亲 则是胸门 自小客驾驶一度失去意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驾驶父亲 胸门 两个人都送阴 双方驾驶 酒测值为零 招式原因还有带警方厘清 一场事故造成父子两人受伤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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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